练10吨轮胎 我们需要消耗的燃料是多少 今天我们来简单的做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10吨轮胎我们需要烧煤 数量烧煤0.4吨 0.4吨 烧天然气需要150吨 150吨 150吨 烧油 不管是烧火油 还是轮胎油 还是其他的柴油 他需要 0.4吨 0.4吨 这个应该也是 0.4吨 这就是1吨 当前我查到的 这几项的价格 我们来简单写一下 我们一油 上期我们讲的烧油 现在4000元 4000元每吨 4000元每吨 是吧 那天然气 天然气是多少 天然气现在咱看 什么价呢 我们天然气 我们天然气给它烂到 3块钱 1立方 可能这个西部地区 天然气价格高一点 东部地区 比如山东 可能4块钱左右 山东河南等等3块多4块 各别地区更高 咱按3块钱 3块钱 没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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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煤 没这个价格 区域 区域分布 价格波动也比较大 我们看 800元一吨 800元每吨 OK 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来算一下 十分钟开 它对这个燃料的消耗是多少 燃料的消耗多少 四八三千二百元 三千 不对 四八三十二 三百二十元 三百二十元 如果说 你烧煤的话 但是大部分地区 在现在繁茅政策的情况下 是不能烧煤的 不能烧煤的 在中国地区 中国地区 OK 那天然气呢 我们算 这算的很好算的 四百五十元 那是烧油呢 四四 四千块钱 是吧 四千一吨四千块钱 四四一千六百元 一千六百元 这个烧油啊 看来这个烧油是 最贵的啊 烧油是最贵的 一千六百元 差距还是蛮大的 差距还是蛮大的 OK 那我们现在 心里应该有个一二三了 是吧 那现在 是不是 那肯定吧 烧煤 烧煤最便宜 烧天然气 其次 燃油是最贵的 最不划算的啊 最不划算的 OK 那 关于15吨的轮胎烈油设备 烧一炉 多少钱 12吨的烧一炉 多少钱 当然还有全连续的轮胎 烈油设备啊 轮胎设备 它一炉啊 这个全连续 它根据产量有关系 30吨 50吨 100吨 等等 好OK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燃料消耗的一个 对比啊 燃料消耗的对比 对比 对比 1 5 5